水公主城堡可以畫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 icon 不過這個 icon 將會在 2019 年以身面貌視人 變成這樣,除了又高又大了之外 亦都增設了表演場地 礦建計畫還包括兩個新園區 當然不少多一個個小朋友都懂得唱一句 全球首個魔雪奇緣的主題區 園內將會設有商店、糖果屋和兩個機動遊戲 玩家可以乘坐雪囂、感受冰雪 預計在 2020 年落成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在港府及香港迪士尼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中說 不擔心魔雪奇緣債後落成 要留意每一個電影的角色都會優好跟著拍攝 這方面或者不知道 風雪旺的那一刻 亦是在一年全的電影發展給人 所以這些角色都能夠多一多 至於最遲落成的是 Marvel超級英雄主題區 選址會在現有明日世界中的巴斯光年聲制力險 但樂園沒有透露具體中的設施 預計於 2023 年啟用 整個礦建計畫耗資109億 港府及華特迪士尼都會共同注資 雙方的股東即是特區政府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同意 按現有的股權的比率 即是特區政府占53% 華特迪士尼公司占47% 我們這樣去注資 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換言之 特區政府將會注資58億 而華特迪士尼公司將會注資51億 華特迪士尼公司有信心 在於109億的預算內完成了工程 當局在下星期一 到立法會的經濟事務委員會 詳細介紹工程項目 稍後亦都會向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大家撥款申請 雖然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港府巨額投資 怕回報無期 會否加票價又是另一個疑問 但遊客普遍對增加遊樂設施反應正面 都會帶小朋友來的 如果是第二次來的話 是 因為多了月 因為我都覺得這些東西不是這麼多 因為相對於日本的設施少些 不過今天人少排隊就比較暢順 其實我們主要是帶小孩來 也不是第一次來的 當然有些新的設施的話 可能我們會來的屏次會更高 而正在興建的鐵甲旗峽飛行之旅 將會在明年1月11日 在樂園正式開幕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